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现在是温哥华时间10月22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湾播报 我是Jennifer 试选所有结果揭晓 但华裔参选人这次成绩逊色 全省有71名华裔参选 最后当选的只有12名 温哥华市议会更是36年来 首次完全没有华裔市议员 列志文也有寻求6年任的邓伟雄意外落马 列氏华裔当选的人数 更是从上届6人跌到了一半 只剩3人 凡此种种惹来选钱的买票风波 甚至过去数年主流名义认为 房屋可负担恶化与华人有关论 是否影响华裔参选人体整体的表现 有学者对此次结果表示意外 但认为有关讨论必须谨慎 否则会令族裔关系更加恶化 随着这次力争成为温哥华 第一个华裔市长的省关键 最终失望而归 10名当选议员中也没有一位华裔 过去温哥华市议会的历史 发现自1982年 于洪荣当选温市议员以来 温市从未间断过有华裔出任市议员 故此今届逝选出现零华裔议员的 局面是36年来首见 列志文上届逝选中有6人当选 但今次当选的只有3人 以列志文超过半数人口为华裔 这张选举成绩单令人意外 此外 本拿比今次有3名华裔当选 同样逊于上届的5人 西蒙飞沙大学城市设计 及规划课程总监甄瑞谦表示 无论候选人是否是华裔 有关风波和争议会令选民觉得 某些候选人不可信而巨投一票 但他同时认为今次结果反映 华裔选民更需成熟 选择候选人时通盘考虑各种因素 而不只是候选人是否是华裔 甄瑞谦形容这次选举结果非常有趣 反映温市选民确实关注自己的城市 目前面对的课题 对于今届温市会议选举没有华裔候选人胜出 甄指出在温市人口中华裔占据25%至30%的情况下 出现这种事情 或显示了华裔群体在议会中的代表性存在一些挑战 对于今次选选结果是否反映 一般选民因最近的会选风波和房屋可负担性争议 而选择不投票给具有华裔名字的候选人 甄瑞谦认为有关讨论需谨慎 他认为温哥华作为一个多元化城市 市民各有不同意见 若说讨论房屋可负担性问题属于种族主义言论 只会适得其反 令族群关系变得更恶劣 他特别提到列治文市议员候选人邓伟雄在任多年后落选 认为邓落选是因为他在任时支持使用农地开发大型豪宅 惹来部分选民不满 而且同属华裔的曲泽光当选连任列市议员 证明邓的落选未必与族裔因素有关 甄瑞谦表示 很难确定多名华裔候选人在逝选失利是否是一件坏事 但他认为目前的情况是可以接受的 他说 从另一个角度看 今次选举结果或反映华裔选民的视野已经超越族裔因素 在审视候选人时 只是华裔这一因素并不足以赢得选民一票 选民还会考虑候选人的公共政策相关资历 投票行为变得更加成熟 今届烈士议会中立场反对SOGI的家长同盟候选人李毅成功当选烈士学无委员 甄瑞谦表示 他相信华裔群体中大部分都是支持SOGI 但仍有一部分包括新移民的华裔人士对SOGI采取抗拒态度 所以有关SOGI的公民教育推广活动必须做好以消除有关疑虑 温哥华岛西岸对出海底昨晚发生6.6级地震 半个多小时后再发生6.8级地震 当局表示两宗地震都没有造成海啸威胁 故此也未发出海啸警告 美国地质勘探局表示 第一宗地震发生在晚上10时39分 镇央在胡安德夫卡板块上 为哈迪港西南218公里的浅层海底深度为11公里 然后在11时16分再发生第二宗地震 这次是6.8级 昨日的地震是2012年10月27日 该处发生7.8地震以来最强的一次 10月17日 加拿大开始实施新的法律体制 对大麻实行规管 大麻销售店铺正式买卖 从午夜临时开始 各地的大麻销售点忽然人潮涌动 全国多个城市的大麻店门口忽然排起成龙 最后缺货 有媒体形容其盛况超过抢购苹果手机 安省的大麻网购被形容为生意滔滔 因为网购店有能力应付 省长福特说为此感到自豪 为什么大麻店会如此生意滔滔 从哪里忽然冒出这么多排起长龙 抢购大麻的人群呢 究其原因 陈国志表示那些忽然排队的人 就是那些长期以来正在使用大麻的人 事情很明显 如果你没有吸过大麻 或者你不中意吃大麻 你不会忽然去排队 如果仅仅凭借偶然的兴趣 你不会忽然有如此热情去排队 所以排队并不表示 10月17日这样的日子忽然制造出众多吸大麻的人 并不是未曾用过大麻的人忽然间疯狂去抢购大麻 而是那些曾用或正在不停用大麻的人士 顺理成章地排长龙买大麻 陈国志指出大麻店门口排队的状况 以及大麻店生意滔滔 实际上显示出家国大麻群众的现实情况 反映出目前正在使用大麻的人数是相当之恢弘 无处不在 多知有多 地下党的大麻市场实际上已经是无法控制那么蓬勃 事实上 在加拿大各界政府执政期间 都有一些有关大麻的统计数据 全加拿大人中10个里边有3个曾经在最近使用过大麻的 如果把经常和偶尔使用大麻的数量加在一起 有民调显示52%的加拿大人使用过大麻 在未成年的青少年中 有的数据更为惊人 安省的中学里 10年班中20%的学生在过去一年使用过大麻 在12年班中 有37%的学生在过去一年中使用过大麻 在西方发达国家中 加拿大未成年青少年获得大麻比例是最高的 他们接触大麻的机会远远高于接触香烟 陈国之指出 在过去几十年 地下市场为加国庞大的大麻消费群体提供货源 估计市场规模在60亿到80亿元之间 这些钱完全被操纵在地下组织手里 成为他们的重要经济来源 日以继夜地推卖大麻 这就是为什么需要立法对大麻实行有效的管制 10月17日 所有的事情都浮出水面 有如此庞大的大麻使用人群浮出水面 有如此值大的一个大麻市场浮出水面 这些都是证明 大麻是个十分严重的问题 社会存在好大好大的问题 旧的制度 以禁止坐牢的方式作为应对大麻的方法已经无效 到了穷途末路 因为即使你把所有建设地铁 公共交通和医院学校的钱 都放进去修建监狱 日日盖 也未必能够有足够的地方把这个群体关押起来 陈国志指出 痛定思痛 目前的办法就是釜底抽薪 10月17日并不是大麻问题的开始 而是对大麻问题进行真正有效管制的开始 大麻问题早在几十年前就有了 让成年人有自己做出理性负责任的选择 但是严格防止未成年轻少年有机会接触大麻 截断操控大麻地下市场组织的经济来源 实施严厉管制 用教育彰显大麻害处 从而减少市民使用大麻 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家国社会有70%的人支持当前对大麻采取法治化和严格规管的政策 大麻对人的健康是不好的 陈国志希望大家不要去接触大麻 接触过的也应该停止使用大麻 也希望联邦省级市级政府的领导人大大加强对公众的宣传 教育 劝戒人们不要用大麻 不要用香烟 慎用酒 让每个人更加健康一点 更不要从地下市场去购买 让社会更加安全一点 这样医疗的费用就可以减少一点 节省下来的资源转用于创造更多的就业 社会就会更繁荣一点 据CTV报道 本周一 加拿大邮政的5万名员工将开始进行一系列轮流罢工 此前 加拿大邮政工人联合会CEOPW就发出过罢工通知 经过10个月的谈判 续签集体协议失败 再加上上周日晚上没有达成协议 维多利亚 埃德蒙顿 哈利法克斯 安省温莎市将会开始轮流罢工 联合会表示 轮流罢工将持续24小时 从周一凌晨12点01分安省温莎市开始 维多利亚 埃德蒙顿也将在当地时间午夜过一分钟开始 哈利法克斯则在凌晨1点01分开始罢工 在轮流罢工前 加拿大邮政发言人乔恩·哈米尔顿表示 他们已经对联合会提出了所有可以完善的福利条件 包括提高工资 改善福利 保障工作等 但联合办事处主席麦克·帕列切克表示 就业保障 结束强迫加班 以及健康和安全措施 以及性别平等等等关键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 联合国多伦多分会会长表示 加拿大邮政公司提出的条件简直垃圾 他们并没有认真对待判断 而是在不断地观望 冗杂的工作要求员工在8小时内完成是不切实际的 完全不可能 截止到周日晚上 双方谈判仍未达成一致 轮流罢工开始 随着罢工的到来 邮件与包裹将出现轻微延误 包括在线购买的商品都将延迟发送 上周五凌晨 也就是在加拿大大麻合法化后的第二天 西安大略大学休伦学院中的三名学生 一起在宿舍的厕所里抽大麻卷 抽爽后 他们直接把未熄灭的烟头扔进了厕所里的垃圾桶 然后引起了一场火灾 更可惜的是 宿舍的烟雾报警机上被套了个带子 当火把带子融化后才触发的警报器 这导致火警工作者没有第一时间见到警报 好在这场火蔓延的速度比较缓慢 火势不大的时候 火警便赶到了现场 及时扑灭了火 而且事件发生在凌晨 大部分学生都在睡觉 这要是火势大了 报警期也没响 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伦敦消防局副局长Jack Bird发言道 这是一次由不小心带来的意外 目前顺利解决 不过这也说明了西大麻存在很多安全隐患 同时Bird也表示说 虽然无人受伤 但根据安省刑事诉讼法 消防官员对改装火警报警器提出了指控 一经定罪 最高可处以5000人的罚款 此恶劣事件发生后 学校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 学校的工作人员正在配合消防调查员员的工作 同时根据西安大略大学的行为准则 涉案的三名学生已被停课 等待全面调查 根据世界著名银行 Credit Suisse的评估和测算 加拿大富豪人数在今后五年会增加一半 这样的增加速度不但把邻国美国甩在后面 而且也领先其他西方国家 2018年 加拿大有130多万百万富翁 到2023年 加拿大的富豪数量会猛升54% 达到差不多200万个富豪 相比之下 美国在今后五年中 富豪数量虽然会达到2000万人 但其富豪人数的增长速度在五年中只有18% 在富豪数量的增长速度方面 加拿大在世界最大的24个经济实体中排名第三 仅次于中国和俄国 虽然加拿大房地产市场出现冷却迹象 但 Credit Suisse的报告认为 加拿大房地产市场不过出现崩盘的局面 因此房地产价值将继续成为 支持加拿大富豪资产增加的一个主要因素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港湾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 读懂温哥华 从温哥华港湾开始 真正的本地新闻 即时 最热 接地气 玩玩乐乐温哥华 大温一周好去处 各类本地休闲娱乐资讯 舌尖上的温哥华 BC倍原创美食微杂志 打造温哥华美食地图 温哥华港湾 大温最火的中文网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